早安 我今天分享的 因為我昨天忘記分享 佛陀知道每個人的累積是不一樣 所以他把救禁法分成很多種 交給不一樣的眾生 然後有些眾生 叫國比丘 國比丘他們的心 Jitta方面和Namma方面很厲害 但是Rubba方面不是很厲害 所以佛陀就分享五運給他 就是五運 然後有些像十八戒的 十八戒的為什麼要熟悉十八戒 有些人一定要聽十八戒的 因為他對Namma不熟悉 像我是聽十八戒的 或者六門的 十八戒六門的 十二戒的 是Namma 對Namma不熟悉 Rubba很熟悉 但是Namma不熟悉 所以佛陀就把他 那我跟師姐講說 那我跟師姐講說 我是Namma不熟悉 我是Rubba熟悉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那那個剛好跟他們都一樣 所以他們就背 那他們背 為什麼要背那個六門的呢 六主的 他們把六主啊 分成就是四勝地 六我以後再解釋給你聽 就是他說 像眼睛 眼睛 眼睛 就要背說眼睛是苦敵 眼睛是苦敵 即要完全的測透的了解 眼睛是 即要測透的完全了解 眼睛是滅苦 要完全的了解 眼睛是八正道 要測透的完全的了解 他們背這樣子 就是六門呢 每一個背 這樣子 一直背 一直背 為什麼 因為要讓那個心熟悉說 這些都是 就是究竟法而已 一旦知道這樣子究竟法 那個變成 翻牙在你的心 就是記憶 有四勝地 慢慢的 他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眼睛看到 聽到 聞到 腸道的 都是敗壞的 會滅亡的 所以 他就阻止 讓心一直進去 那個 所有的 事件的見 是這樣子開始 嗯 他們用這樣子 他們背 背的 嗯 就是 他們一起背 所以 帕拉將 教他們說 要這樣子開始 然後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不熟悉說 那媽如把一直在敗壞 所以一旦他敗壞的時候呢 他就滅給心看 你就會知道說 哦 這是 嗯 滅 滅 這是 然後馬上知道 這是滅 就是四勝地裡面 的苦疾滅道 馬上知道這是滅 馬上 嗯 心 就是 一心出來說 這個是 當下的八正道 就是 就是 嗯 馬上就知道 這是慢慢的熟悉 就以後呢 最後在 虛頭環 馬卡和帕拉的時候呢 就會 直接震 進去 然後出來說 完全四勝地 嗯 全部都發生 不是用想的 他是 突破一切 要這樣子的熟悉 所以 一直在 為了 Avachana 就是確定心 就是在改變 確定心和素行心 未來的素行心 所以這很重要 因為 那媽如把 每一刹那都是在破裂 我們不熟悉 那我們怕破裂 怕死亡 但是死亡是沒有 那是假設 沒有人死 沒有人死 只有究竟生滅 生滅 生滅 一直在那邊生滅 生滅 沒完沒了 我們還在輪迴 輪迴就是 就是 究竟法 是這樣子 OK 這是今天的分享 祝福您 親保重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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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確實在 拜託 你 晚上